说起广汽集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广汽传奇 传奇系列是广汽针对当前市场专门打造的一款汽车 事实证明,广汽推出传奇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正确选择 广汽GS4雇首SUV畅销榜前十,每月保持着过万的销售 从的来说,传奇系列的表现还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除了GS7,广汽GS7是广汽针对15万至20万的SUV市场专门打造的一款汽车 在发布时,广汽对于传奇GS7寄予厚望 给了传奇GS4和GS8的成功,针对细分市场的GS7没理由不大火 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GS7自2017年8月上市至今年2月份 半年内的销售只有8000多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广汽市场细分出了差错 GS7针对的市场是15万至20万左右的市场 而GS4和GS8的价格区间正好将这一市场涵盖在内 GS7的外观方面来看和GS8的差距不大 对细节之处做了调整,使整车看起来更加时尚年轻 内饰方面,GS7整体内饰和GS8差距不大 中文台的材质使用方面,相较于GS8奢华等木纹材质 GS7使用的是更加流行时尚的新型材料 动力方面,GS7搭载了1.8T和1.0T可供选择 外加6MT和AT变色箱 与GS8相似的外观内饰和重叠的动力 使得GS7在市场的定位过于重复和模糊 终端SUV市场扎堆两款车型 GS8销量持续火爆的同时,必然会导致GS7销量低迷 汽车市场细分和对GS7定位出现了极大问题 导致了GS7上半年以来,销售仅为8000多台 传奇GS7或许会成为广汽最失败的车型 只有精准把握市场才能取得成功 希望广汽引以为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